本週落網東西君角逐的選項是 泰國大麻餐 vs這個天竺鼠車車 那經過24小時的刺激票選之後呢 天竺鼠車車就獲得68.1%的票數 是壓倒性的勝出啦 你太開心啦 那最近這個網路上流傳度最高的影片 我講應該是台日啦 那大概就是這個 日本羊毛沾定格動畫 這個PiuPiu 這發音報正確 不是PiuPiu喔 PiuPiu OK 大家看看 我覺得應該我比較正確啦 PiuPiu 天竺鼠車車 看過吧 看過了 看過對不對 然後喜歡嗎 喜歡 妳看人家好激動 蠻療癒的 蠻療癒 凱莉好嗎 我剛剛為了要講這個去看了一下 那怎樣 瘋狂快轉 因為我覺得很無聊 我不懂 不懂 我不懂 沒有少女星 我們題目這個丟上這個粉絲團以後 就有很多網友跑來留言 有人就說這個大麻跟天竺鼠車車兩個都很純啦 那還有人又說這個小孩子還吸大麻 大人都吸這個天竺鼠車車 所以看起來這個動畫很受大人歡迎耶 我請這個最像大人的中漢來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都不起來了 最成熟的 對 最成熟的 來講一下 剛剛一直看在那邊尖叫 因為天竺鼠車車就是非常的療癒 你看了之後就心情很好 不自主的就會微笑 那其實這個動畫片 算動畫也算 那它其實是由一個日本的導演 劍李潮希指導的 那其實裡面的角色很簡單 剛才講到動畫有點猶豫 是因為它裡面其實是羊毛沾做出來的角色 那裡面就是會搭配一些公仔 然後這些公仔是不會 它是不能夠去扭動它的手腳 但是它就會有一些很可愛的活動 然後在車裡面的場景是由真人演出的 所以就有一個很可愛的搭配 那這個羊毛沾 這天竺鼠車就是用這個羊毛沾做的嘛 那裡面的這個天竺鼠呢 它就會發出真正天竺鼠的聲音來配 就會這樣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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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聲音 OK 我跟你說你戴了口罩 然後你的少女心音就被他抖滿臉 然後就覺得 有嗎 我剛剛看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是中漢陪我看 他就說你看 他這個好可愛 他就叫我就說 可是你不覺得如果要付教育意義的話 就有輪子輪子不會轉 然後用走的 你不覺得很出心嗎 你看你就講到它的重點 它的重點就是因為裡面的天竺鼠車車 它的它雖然有輪子 可是它是用步行的方式 因為畢竟人家是天竺鼠啊 那你家小孩生出來你要給他看這個嗎 那是卡通啊 對啊 我覺得很可愛 很有創意啊 我覺得很有創意啊 對啊 好啦 內容講什麼 人家是文以載道 其實是有內容對不對 對 其實他還是有一些就是 教育意義的嘛 比如說第一集啊 他就是講說 就是塞車是誰的錯 那裡面就是 有一個就是剛剛講到 塞車都是別人的錯 很簡單 你不是說文字不會轉 不只有天竺鼠車車喔 還有 天竺鼠救護車車 對 導演本人他就是 就是在聽那個耳機 然後玩手機 然後就是 塞住整排 然後救護車要過嘛 然後過不了的一個故事 是救護車車 對 好 你要在車車連小孩子都知道是車子 好然後第二集是天竺鼠車車 還有抓住 去抓那個銀行搶匪的這個護士 對 沒有搶匪是人啊 沒有他也有把一個車車變髒車車 喔喔 對 我沒有相信他 他應該是權威 他自己的權威 而且重點是那個 那個搶匪把天竺鼠車車變成髒車車的時候 他還吸安全帶 這樣手法的 也不太手法 就是部分手法的一個搶匪 然後第三集還有救出那個 就在天竺鼠車車上面快要熱死的貓咪 橘貓而且是橘貓 對 你看他貓牌 看多仔細 是看了幾次啦 這次觀念很重要 因為你看之前不是常常發生意外 就是把小孩放到車裡面就太熱了 然後敲破窗戶 那寵物他就用寵物來做個這樣的暗喻 也是提示家長跟提示小孩 非常寓教於樂的一個影片 那說到寵物會不會因為 大家救了這隻橘貓 然後全部人都跑去養天竺鼠呢 我覺得這個倒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真的啦 但動演還沒講完第四集 第四集喔 好啦第四集 第四集是在講亂丟垃圾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真的每一集就是有一個點 然後就用很可愛的方式去 去把這個東西 這個概念 然後讓更多人 就是用很療癒的方式去理解這樣 所以我是說實在 這個是我們網友特地提出來一個要求 就是說 怕大家一窩蜂去養天竺鼠 這個鍾翰來跟我們講一下好了 我覺得會 因為其實很多人已經在問了 但是現在當然有很多四組就發出勸勢文 就是說其實大家不要輕 就是像任何寵物一樣 你不認識 或你沒有準備好 不要輕易的去養嘛 比如說他就那個四組就講說 他自己的天竺鼠因為牙齒有問題 所以他每個禮拜 不是每個禮拜 加總每個月都要花一萬五千塊台幣 當然還有洋寵物有各式各樣的優缺點嘛 比如說天竺鼠有什麼缺點 我來想看大便很多又很臭啊 然後尿很多又會到處亂尿尿啊 亂咬東西啊等等等等 那你真的很清楚了這些 養寵物的這些 尤其是缺點之後 養天竺鼠的缺點之後 你才能考慮說你要不要去養 不是因為看了一個這樣子羊毛沾動畫 覺得他很可愛 叫聲很可愛就養 對 所以這裡還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跟風去養寵物 最後造成這個棄養潮 那我們看動畫片也來猶豫一下就好了 那你對這個天竺鼠車車這個系列動畫 有什麼想法嗎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來跟我們分享 或是你跟凱莉一樣很討厭 也可以跟我們講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在臉書按讚跟分享出去 或是在YouTube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看更多的國內外新聞的話 請你上YouTube來搜尋環宇新聞 我們下週見 截止不進 你只要花500元就買一個包單 你只要被隔離 一年內 一年內你被隔離就 賠你10萬 喔唷 OK 我身邊超多人買 因為大家都覺得給一個貨品箱 你知道嗎 因為只要500塊耶 你一家人一定會 有一個人隔離一定全家都隔離了 然後如果你一家6口 哇 貼了耶 你不行 只要花530才3000耶 哇 好多錢喔 可是老實說現在就是買了包 過大姐 就是有一些疑慮啦 就是金管會那邊會覺得不是很好之類的 但我沒有研究